大盘尾盘翻红 是不是调整到位了 是不是又要从事升势了 今天正好回踩了一下3100点整数关口 今天是5月29日 星期三我们做一个A股的收平 应该说尾盘这种走势还可以 但是我认为力度是不够强的 那么今天早盘为什么光伏新能源走得比较强 是受消息的刺激 尾盘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消息刺激 实际盘中的一些动作都是跟消息有关的 因为它的位置还一般 应该说光伏有可能见底 但它只是一个驻底的行情 另外新能源这个方向 它的内部的应该是结构还不是说太合理 因为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今天走强的有色和煤炭 也就是煤飞色物 这方面的行情的走势 应该说它们的走势还算相对的健康一点 其他的我们并没有找到太多的方向 所以板块的协调性这是不好的 这个是要注意的 另外今天成交量创了一个阶段性的低量 连三千亿都没有到 这是一个 当然了这地方调整 如果是收阴线缩量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今天尾巴是翻红了 翻红了作为这种量的话 这攻击量能是明显的不足 这是另外一个观点 再有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大涨的股票还是说少一点 是吧 一百多只太少了 所以说并不能断练这地方完全漆文了 另外我们来看一看 这地方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线 这是3080 这个是经过了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多月的阵仗效率区间 应该说这个位置的支撑还是蛮有力度 你看 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低点正好到3087 我认为它还能回踩一下 回踩一下之后 如果要再次缺验了 踩15分钟图上看一下 就这个位置3087 再确验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的有效性将更高 甚至把这打穿之后 将迎来重要的第一阶段的超低的 大家可以对照去 如果说一个日线级别的高点 只有这个八天左右的调整 是肯定明显不足的 这地方最好的走势往下一态 然后开始慢慢起来 然后再一态彻底的形成拐点 所以说击穿之后将再找重要的低点去 这个是比较科学的办法 那么具体我们明天的盘东直播再见 这个地方先暂时继续采取防守的策略 我因为是比较恰当的 好 我们今天的收听就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